大家好 我是蔡美剑 今天指数下跌了119点 那成交量是2383亿 那这两天的行情 比较震荡的过程 我相信你可能会听到一些 比较偏空的言论 叫你要在这边要小心 可能大盘要回撤 那现在整个公债值利率上升 美股可能会下跌 你可能会听到这些言论 但是在今天跌119点的过程 你来看一下我们手中的股票 来看一下我们手中的股票 今天资源又继续在涨 资源继续在涨 那华东呢 华东今天收盘也是涨 系统今天也是涨 3014联氧也是涨 然后3715电影投控还大涨 我昨天跟大家讲什么 我昨天跟大家讲这个 大陆推三大基金三企 我说会涨什么 会涨PCV 那我昨天跟你讲了 我们手中的三档股票 今天三档都涨 整大阶跌119点 所以我跟大家说 现在我知道 今天指数是下跌 也最近成交量也比较小 所以你可能会听到一些 比较偏空的言论 这很正常 因为每一次大涨 人家都告诉你赶快去买 对不对 大跌都告诉你 要小心要回撤多少 对不对 那既然我跟你讲 如果你真的会担心公债殖利率上升 导致美股下跌的话 那你是不是更需要去掌握特殊筹码 更需要去掌握特殊筹码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钱总是流向不缺钱的人 爱总是流向不缺爱的人 现在不缺钱的人 不缺钱的持续在扩大战果 对不对 我跟他讲3035字眼 来这里 你仔细看 今天是上涨了 那我什么时候跟大家讲 来 我试试下跌的时候跟你讲 日K年五黑 我告诉你 这是买点不是卖点 日K年五黑 在那一天跟你讲 好 接着时间来到9月1号 糟糕他要下来 对不对 我节目上跟你讲 我们看的非 我说他下来非常好 因为我们看法不变 因为资源背后还有故事 还有故事 上个礼拜五 然后礼拜一呢 涨10块钱 礼拜二涨12块 然后礼拜三 昨天涨10块 今天不好意思 今天收盘小涨2块半 盘中还来到374块 对不对 来来来 是这样 你真的需要担心指数吗 我是在跌的时候跟你讲的 来简单回顾一下 资源的不行 先讲这个下跌的 来今天303我的资源 今天资源跌下来 微胜2388 微胜跌下来2388 这两次跌下来非常好 这个我的看法不变 这个上次连五黑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说 你要留意的是买点 接着到昨天 资源涨了十几块钱上来 今天呢 今天资源又跌了10块钱下来 对不对 好来 我认为啊 这个资源 资源这一支 跟微胜2388 这两支 的筹码 跟题材 跟其他 就是跟这个3231不太一样 因为伟胜这个筹码 短线上真的筹码已经有乱了 我已经跟 节目上跟他讲过很多次 广达 这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8210 清晨做什么 你不会不知道啊 对 这肯定每个人 每个人都知道 这么幸华 今天跌的全部都是这个2329 跌的都是大家知道 但是我认为 资源 跟2388的微胜 跟他们不一样 我说过他背后还有故事 我节目上还不方便跟你讲 我只能够提醒你一件事 这一次资源 我们一次赚100块钱 它并不是巧合 它并不是巧合 而且你有可能会再巧合一次 这个资源 对不对 一次100 这样子 如果各一笔的话就200 这不是巧合 这次又下来 你要留意 你要留意这一次资源 现在回到多少 今天资源回到3035 又回到335了 下礼拜如果震荡下来 看什么点 我又要买 我会同时买 来 资源 跌下来 我跟他讲这个资源 还是有背后还有故事 所以你这次下来 你要留意是买 留意是买 而不是卖 留意是买不是卖 好 这个是不是 好 到今天呢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它是创下近期新高 创下近期新高 每一次黑黑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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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起来 最危险的时候 反而都是什么 相对的低点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筹码人家是有在算的 筹码人家是有在算的 我也跟大家讲过 为什么我们要买资源 因为资源这一次 可能会涨很多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对不对 好 那从他下来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 因为都没有赏户 都没有赏户 赏户都洗光光 既然不是赏户的话 既然不是赏户的话 你要想一件事情 钱总是流向不缺钱的人 对不对 钱总是流向不缺钱的人 缺钱的人会怎么样 缺钱的人还是会缺钱 那个有钱的人是越来越有钱 就像那个贫富差距一样 全世界有大部分的钱 就有一半的钱 集中在 钱10%的人手上 对不对 真的就是这样啊 那所以呢 你现在想 来来来 我跟他讲现在是这样 好 来 资源今天要涨上来 那资源是什么概念股呢 当然是IECE设计 好啊 IECE设计 那这个安某最近啊 他要IPO 总共有拼520亿美元 拼520亿美元 那其实这个你就要留意 安某在台湾合作伙伴 安某在台湾合作伙伴 台积电 瑞域 联发科 华硕还有资源 台积电 瑞域 联发科 华硕还有资源 所以呢 这一次上来的时候资源 短线上它会比较强 等到消息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先做一趟价差 先做一趟价差 你不要等人家我们再买 我们再买 然后你再卖 我们要卖你才进去买 你要做资源 欢迎你跟上我们的脚步 欢迎你跟上我们的脚步 那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安某这个事情 现阶段 现阶段没什么人在跟你讲 对不对 那没什么人在跟你讲 其实这是个比较好的机会 特别是行情不好 看起来不好 看起来不好 来不会有人跟你讲这个 但是如果安某他去挂牌的话 他去挂牌的话 当然会有一个相关的联衣效益 会有联衣效益 那这一家呢 在台湾 安某台湾的合作伙伴 隐藏版的没什么人在讲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你在安某做什么 安某就是ARM 就是做一个授权 你要怎么跟他合作 他们合作方式是这样 让所有需要SOC 就是单晶片的团队 可以在开发的阶段 你一开始你要开发一个晶片 对不对 那你可能需要取得ARM的IP 你当时在一开始要开发的时候 就先取得ARM的IP 来进行产品设计 那到后面商品化之后 再付费授权就好 先给你弄 不然如果先给你收钱 你搞不好还没开发出来 你公司就倒了 也不是说倒了 你就亏蔽屁股权 那就不要 所以合作方式是这样 如果你要跟安某合作 这一家是帮助 帮助你去取得 这个一开始 一开始IP授权之前 先让你拿到ARM 就是安某的一个IP 先让你做设计 等到你做好之后 你再付费即可 再付费即可 我相信这个很少人跟你讲 我才不会有人跟你讲 就是因为不会有人跟你讲 你才会赚到钱 对不对 就是不会有人跟你讲 你才会赚到钱 像今天这个男子链 男子链 昨天我们是买男子链 对不对 我说这男子链 我先前的故事 已经跟你讲过 等等你看一下就好 我说这一次男子链 它本来就持有 互电的股票 大概是2.8% 它现在要去卖掉 1500万股 那持股会从12.8% 降到12% 那EPS贡献大概是5.5元 第三季会呢 股价上有几块了 对不对 好来 所以去买 买完涨平板 收起来 对不对 今天呢 你你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今天怎么开盘 没涨 开盘没涨 收盘就知道 就拉起来了 开盘没涨 收盘可以拉起来 为什么 今天指数不是越来越低吗 它为什么早上是黑的 拉起来 是不是要把你头发给洗掉 这个其实很好算 这我先前跟他讲过 男子店为什么下来可以买 我已经跟大家讲得清清楚楚 在配合筹码的部分 对不对 简单回顾一下 先前男子店的无瑕 那我们今天第一次出手 今天进去买 随便你买 好来 这档2316男子店 有来 这个来看一下他筹码 2316男子店 今天压下来 最低点333码 今天继续买 唯有不凡成就非凡 老师你为什么买男子店 你是不是在超低点 不是 我昨天跟他讲过 总股东人数是减少 特殊数码是增加 那这特殊数码 为什么在买呢 你有没有想过 他为什么在买 很简单 因为男子店持股 12%的护士店 他现在市值是 229亿台币 但男子店目前市值 只有61亿 只有61亿 那所以呢 他们这些人 来 还在买 来 男子店有转投资 叫做护士店 护士店主要是做什么 5G通讯设备 伺服器资料中心 而且是华为的 主要供应商 好那重点不是讲这个 来我给大家看 这是护电 在中国大陆挂牌的护电 你仔细看 他今天是下跌了 他今天下跌 总市值是多少 406亿 406亿的一个人民币 那406亿的人民币呢 乘以现在汇率4.4亿的话 这总市值 这个护电 他的总市值是1793亿的台币 1753亿台币 那男子店持有护电12.8% 所以呢 他持有护电的总市值呢 市值这个的12%嘛 就是229.5 1793亿的12.8% 就是229.5 就是他持有护电的市值 总市值 好 那请问男子店今天 自己的总市值多少钱 男子店所有股票加起来 总市值61.86亿台币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很简单 如果你把男子店的股票全买 你现在去买2 3 1 你买这一只 这不跌得很惨 你买这一只 你把他买起来 你花61亿把整个公司都给他买下来 你要花61亿 你买下来之后呢 你就拥有了 这个12.8%的护士店 这个可以在大陆卖多少 卖229亿台币 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把男子店全买 花61亿 再去把他的护士店卖掉 你可以拿到229.5亿的台币 那你这样赚多少 赚160亿台币 我先前跟大家讲过男子店 你来看一下男子店的K线 男子店K线现在是不是在这里 那我可以讲是不是最低一点 对不对 最低一点 好 这一次男子店为什么涨呢 我跟大家讲 这个大陆在推大基金的三期 推大基金的三期 那大基金的三期 就是未来中国大陆半导体 要自给自足 那要自给自足的话 它当然PCB印刷电路板 它是电子产品之母 那所以呢 如果有在中国大陆布局 PCB的台商 而且你布局有成的台商 就会受惠这一次推动的 大基金三期 没错吧 所以我昨天刚才讲PCB 今天行情不好 对不对 R375 来看一下 R375在哪里 是不是在这里 这第62块 62块 刚才买的时候跟你预告的41块6 今天多少 65块7耶 65块7 这样赚超过5成 对不对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要从产业下手 再从筹码下手 这PCB 我昨天不是跟你讲 电影头 然后男子电跟这一支 这一家在中国大陆布局也算蛮完整的 它今年上半年大陆转投资的贡献就4.2块 昨天给大家看过嘛 4.2块 第一季跟第二季将加起来 光中国大陆转投资了 转回来赚多少钱 4.2块 倍比多少 9倍 倍比9倍 那我昨天也跟大家讲过 这特殊筹码大增嘛 对不对 特殊筹码大增 你仔细想哦 钱会跑去哪里 钱会总是流向不缺钱的人 简单讲 就是流向很有钱的人 对不对 钱会流向哪里 流向红色这一条嘛 来啊今天呢 钱会今天有跌吗 今天有跌吗 没有今天最高还涨3.2% 对不对 然后今天还涨3.2% 那如果你说是一档股票 那可能是我们运气好又梦到 可是你为什么不梦一次给我看 不然梦个系统给我看 18块 对不对 2363系统今天有没有跌 没有跌啊 37块3啊 是不是37块3 我跟大家讲的时候在这里嘛 我们买的都在这里 我还没卖哦 我还没卖哦 普通货员也有了 对不对 好 那这个连影响 能不能跟你讲 这部一线也放过 对不对 我说 掌握特殊筹码 晋升赢家行列 别人恐惧 我贪婪 对不对 双影根本就是安慰书家的话术 对对对对 我跟他讲 看筹码 对对对对 我们就买这个了 好 这连影响 这一天 8月10号3014 来你你自己回去看 8月10号在这 8月10号在这 哦 老师 他说这边宝宝 要快投命 这投命你要投去哪里 这要凑清高 要凑清高你投命干嘛 这个地方你在投命 这微信放过来的放 对不对 要去哪个 这多少 真的 我跟你讲真的 对不对 特殊还在买 然后 9月10号礼拜一 涨停板 我跟他讲 他做的东西 就是应用于AIOT 智慧家电电动车 AI会找新的 会涨新的 会涨新的 IC设计 对不对 来 赚钱真好 这是不是26块 那请问你会担心吗 你会担心 今天行情不好 不会啊 你现在反而会问 反而会问 刚今天指数下来 有没有那个特殊筹码在买的 他今天股价跌了 你应该是要问这个问题嘛 对不对 你应该是要反着问嘛 你应该是要问 有没有这个 今天股价是下跌 股价是下跌 但是呢 他的特殊筹码却是大买 大买 他在绿色的柱状图是 大减的哦 这是总股动元素是大减 大减下来 因为被这红色给盖住了 所以你可能看不清楚 他特殊筹码是大买 散户是大减 依照正常情况来讲 有钱的会更有钱 套牢的会套更多 所以你这样去想啊 你要在哪边 我一定是跟红色这边啊 对不对 买啊 买啊 营收接近十年薪 营收他现在前八个月营收 都是近九年的新高啊 近九年的新高 那说我电动车布局的蛮完整 电动车那块布局很好 而且他的营收占比 是一直在提升 真的啦 我跟大家讲真的 掌握特殊筹码背后的故事 这已经很 已经很多档了 每一次都是这样给你 都是这样子给你看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会担心 那你是不是更应该要掌握特殊筹码 对不对 趁着别人兵荒马轮的时候 你进去捡便宜嘛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期一段交换了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会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盲目 乱钱不断重复 长大多顾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长大多顾资讯再建 02-2752-5868-2752-5868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会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盲目 乱钱不断重复 长大多顾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长大多顾资讯再建 02-2752-5868-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今天指数下跌119点 那我相信最近几天 因为成交量比较小 那所以大家会在想说 是不是这个行情要压回 当然如果你最近操作不好的人 你应该会讲说 好像行情不好 所以我操作不好 不一定 真的不是这样讲的 是你操作不好 跟行情也不一定有关系 对不对 因为说真的啦 最近你可能会听到 有人告诉你说 要大压回的言论 应该蛮多的啦 会大压回 可是呢 如果你赚钱 你会觉得他会压回吗 我不觉得啊 如果你手中股票是这个 你果然压回不压回 你今天在哪里 电影头空间 65块7啊 65块7啊 但我怎么跟大家讲呢 我说你要去算 这个股票背后的故事嘛 对不对 我说他这一家最厉害是什么 他的黄石电影要在A股挂牌 而这A股挂牌 听说听说 非常非常的厉害 所以呢 你去看有没有人在重压 股票是这样子的 有人买的多 散户就会减少 你知道吗 有人买的一缸子 散户就会减少 有人重压 他表示他人家有把握 既然有把握 我也是提前跟你讲嘛 当时电影头空多少 41块 今天多少 65块 来简单回顾一下 当时的不行啊 真的啦 真的 我跟他讲 我们不会乱买股票 对不对 但是我们买的股票 也许跟别人不一样 来跟你分享一下 昨天买什么 昨天买这个 本来是要盖牌的 所以不用盖了 因为他今天跳过掌听吧 买电影头控 电影头控 为什么买电影头控 很简单 用眼睛看就知道 这种股动是完全没有增加 对不对 特殊筹法再大买 特殊筹法再大买 那这电影头工作什么 他是做PCB的 板子的 车用网通跟伺服器 当然了伺服器比较少 那整个电动车的比重有再提升 他有一个比较厉害就是 黄石电影要去A股挂牌 那他这个黄石电影的话 已经通过审查了 那现在在券商在做辅导 就是辅导一段时间之后 六个月之后就能够去挂牌 好 那听说啦 听说这个益柱会很多 听说的 听人家说的 不知道会不会准嘛 你看一下嘛 真的啊 有人在买 有人在大买 而且不是散户买的 所以昨天给他买进 昨天给他买进 今天呢 今天直接涨停满 不过这个是运气好 这是真的运气好 因为他是公布 7月份单月赚0.36元 他是公布真的才涨 不然今天可能就涨1%吧 他是被主管机关要求 比如说公布这个了 他是刚好公布这个才上来 但是我们买 不是因为他7月 我们不知道他7月赚多少钱 我们知道 这个黄石电影 好像听说蛮厉害的 他做的事情 也是跟这个伺服器 有关系 比重没有那么高 是真的 但筹码很漂亮 对不对 这是算蒙到了 蒙到也好 对不对 反正你就是买 反正你就是去买 买总股动物 就减少特殊筹码增加股票 就对了 简单讲是这样 你去想一下 为什么盘面上 盘面上还有一些股票在创新高 而且他用非常快的速度在涨 为什么 是不是背后 背后目标价 是比较圆的 所以他都不受盘式影响 所以我跟大家讲 对不对 如果你担心盘式 那你更要什么 你更要跟着特殊筹码做嘛 那你干嘛每天在那边担心受怕 担心受怕又赚不到钱 对不对 来 这个 41块一买进 买完 是不是涨停板 涨停板之后 又差一点涨停板 我跟大家讲 大家还不知道的最标 好 这个时候还48块而已 来 然后8月28号礼拜一 开高走低押回来 47.95元 还是四字头 还是四字头 我怎么跟他讲 你上网去看 我说特殊筹码 继续加码 是不是继续买 没错吧 那继续买的话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洗盘嘛 对不对 好来接着呢 来 8月29号直接涨停 真的啦 直接涨停板 你自己看喔 他是不是 开高走低收最低 对不对 所有买的都套 你确定吗 来上去涨停 接着又涨停板 39% 接着大涨小回 这个昨天涨8% 今天呢 来了来 今天65块7 真的啦 赚钱真了 这样赚57%了 你就不用那边想 对 那你还想什么 你想现在党要买什么 才对嘛 你现在要想的是 指数震荡压回 你要买什么 对 系统也是啊 系统今天系统有跌吗 系统今天没有跌啊 对啊 系统今天没有跌啊 来 我跟大家讲 现在有几个重点 我有几个重点 我昨天跟大家讲这个 大陆推大基金的三企 大基金的三企的话 入股办老体大涨 为什么 因为未来他自给自足的话 那当然你会用到更多的PCB嘛 所以国内相关PCB厂商 还有哪一些股票 特殊筹码很漂亮的 可以布局 这是一种 另外就是这个安某 安某他要去IPO 要拼520亿的美元 其实说真的啦 他在台湾是有合作伙伴 虽然说他是做最上有的IP授权的 但是他还是有 藉由其他的一个方式 跟台湾的厂商来做合作 那包含有台积电 有瑞育 有联发科 有华硕 还有资源 那还有其他什么股票呢 你要特别留意啊 这两天震荡 这个是现在没能跟你抢喔 现在是很好买的 没人跟你搶 等到他未来上去的话 新闻出来 你搞不好 你很想买 买不到喔 有任何操作上面的问题 欢迎来进去询问 也祝你明天操作顺利 《在防锲前面》 《在防锲你不做 или在理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